为什么第一人称战神玩家宁愿要宵宴器也不要补偿器 你的疑问我来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龙 相信玩第一人称比较强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这个模式里烟雾弹和枪口宵宴器非常重要 宁愿选择宵宴器也不要补偿器 相信这个做法会打破大部分小伙伴对枪口的认知 下面就来给大家详细讲解 在第一人称这个模式中 想要进入决赛圈难度比较大 因为我们无法像第三人称一样 和敌人卡视角进行周旋 遇到了敌人就得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为了进入决赛圈 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带很多的烟雾弹 不要补偿器只要宵宴器 这一点也和烟雾弹有关系 正因为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带很多烟雾弹 所以在决赛圈很容易出现烟雾大战 弥漫烟雾后的决赛圈啥也看不见 只能摸黑战斗 而枪口宵宴器无法消除枪口开枪时的火焰 很容易当成别人的火把子 所以这就是宵宴要宵宴也不要补偿器的原因 最后为了粉丝的突破 本期视频将会在关注和敌能力表中 随机出去一名观众送出金手册 活动真实有效 请注意查收私信 我是雪龙 我们下期见 拜拜